感谢观看 这样比你保护 请在请 啊 好了好了有声音了 刚刚听不到的刚刚说话 他们听不到 现在说话能听到了吗 大家晚上好 哈喽哈喽有声音了吗 有了吗来出去听一下 有了有了 哎 我们今天 今天 这场直播 久等了 来后边灯打亮很了 后边灯关一点 好了好了好了吧 哈喽哈喽欢迎大家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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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音了呀 哎呀有声音了就好久违了 咱们好久都没开个直播了 久违了久违了哈 今天这场直播 应该有两个星期没直播 有没有人一直等着咱们 有的哪个有 我看一下呢 有没有一直在等 等我和小七年的啊 对 因为等了太久了 我知道你们在等啥 你们不仅在等我们直播 是不是还在等 几年的好消息 有没有等几年的好消息啊 家伙们我的天呀 我告诉你们哈 现在此时此刻 是我这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刻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啊哈哈 这么多人等呀 那有没有想几年啊 想没想他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哈 有没有朝着大家休息 我先问一下 有没有朝大家休息 哇刚开直播 现在已经九千多个人了呀 这么多人 欢迎我们星期直播间家伙们哈 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刚刚开播 直接九千多个人 今天呀 真的是个好日子 对不对 这人家太多了吧 来家伙们 直接把右上角 我们点到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微信群 可以分享到很多很多的地方 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想 你们想呀 你们想啥呢 你们是不是想当 想 你们想想啥啊 除了想我们 是不是还想 想升级啊 你们是不是还想升级 怎么了 他们说这 我里面的声音呢 来开一下 没事 开了 我和我们用一个都可以 我这个 对 这一个 我都没有吗 哦有了 好来 对对对 是不是还想升级 一天天的 家伙们啊 你们想的比我还多呢 你们想的比我还多啊 当奶奶了 是不是全都想当 想当奶奶了 啊 对 家伙们应该 直播间的姐姐 你们应该 哎呀 奶奶 还不知道是 我就是想开直播 看看我的身体 有没有变化 是不是 还不知道是奶奶 还是外公外婆 哎 哎不对 这一回事哈 一回事 对对对 晚上好 晚上好 欢迎我们新直播间 家伙们 谢谢咱们直播间 一万三千个人 刚刚开播一分钟哈 一分钟不到 直接一万三千个人 我的天 这人力太多了吧 太热情了 大家你们是不是等了 我们很久 是不是久等了 啊哈 是不是等了很久啊 你们想看几年呀 你们想看看他的什么地方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 是不是想看几年的身形 待会儿给你们看 哎呀 待待会儿 这个这个感觉也不不太好看吧 这待会儿 待会儿 留个悬念啊 家伙们 那不能 我知道今天我开直播 肯定会有很多姐姐和阿姨 就是带着好奇 然后肯定有点 关心我的 就是身体这些 有没有变化 大家肯定都是很好奇的 但是怎么说 这样 今天 你这个小姑娘 家伙们 我说实话 今天她真的是个傻丫头 哎呀 我真的 我都不想说你了 你真的是个傻丫头 家伙们 你们说我说不说她 我都不忍心说她了 真的 说在她身上 疼在我心里啊 哎呀 我 你们觉得我说不说她两句 你们说她是不是傻丫头 你们觉得今天是傻丫头 打个试 哎呀 我只是说有些方面是傻丫头 家伙们 不代表今天真的傻 她真的傻的太懂事了 你们知道吧 来小声一点 我觉得啊 真的 她有 她有些时候 这小几年 她真的太懂事了 她就是懂事的太傻了 你们知道吧 你们觉得她是不是傻丫头 哎 现在听得到了吗 现在听得到了 我的意思是 你们觉得 是不是觉得她是个傻丫头 你看今天 全都说你是个傻丫头 我告诉你啊 家伙们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们突然公布这个消息很惊讶 不仅你们惊讶 我也被惊吓到了 我现在呀 我的心情就像在坐过山车一样 知道吧 本来哈 我是很满怀期待 家伙们 这个还可以去听 来 你们听 我是满怀期待 我是满怀期待的 哎呀 我说我要把小姐那个照顾好 每天必须让她帮我 把这个钙片呀 叶酸呀 这些维生素呀 每天每天的给我吃着走 我是满怀期待 结果她都突然给了我一个重磅消息 重磅消息 一个人哈 把这个消息默默的瞒了 我好久好久 没声音 瞒了我好久好久 家伙们 我的心 真的 我太心疼你了 心疼我什么呀 你真的是个傻姑娘啊 家伙们 你真的是个傻姑娘 哎呀 有点不习惯啊 那个我看不到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的评论字有点小 对对对 所以我就有点 看得不太清楚 想和你们互动 可以拉长一点吗 这样就看得到了 恭喜恭喜 已经安全的度过了 运早期 知道吧 没有声音呀 为什么我说话大家就说没声音 来这样啊 家伙们 我的有声音啊 到底有没有你们去仔细叫人听清楚一点 几年说话听不到 我让我的我让我们小小助理出去听一下 对对对 是因为我的 恭喜恭喜 家伙们我告诉你们哈 我刚刚我刚刚一直觉得哈 今天今天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哈 不去纠结有没有声音 人家都说有 我问你啊 你看看你 我真的我不 我有些时候不忍心说你 你知道你你为什么要瞒我这么久 家伙们 我现在我都觉得好委屈啊 哎呀 我又开心 我又惊吓 我内心又觉得 我这个 我这个爸爸呀 我觉得委屈 我委屈什么呢 我委屈我没有尽到我应该应该尽的责任 我觉得我真的做的不够好 他不认询问有没有八个月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了八个月 那我都 那啥 那八个月 我就不让他在这儿给你们直播了 家伙们八个月 我们去床上 叫今天躺着直播了 哪有 我跟你说 我一定说有了爸爸 就必须要像一个 就是只能躺着不动 只能吃 那也太浮夸了 我觉得没有这么脆弱 说实话 以前我家乡就是像我 姐姐呀 我阿姨呀 还有我舅妈他们怀宝宝的时候 还要干农活 真的呀 还要背土豆 还要背一些水之类的 怎么可能 真的呀 就是 我的天 从怀到身都可以一直动 并不是说 因为你怀了啊 就要这样躺平安 你相当于你 你以前 我怎么都不做了 你老家 你家里家人 他们怀孕的话 他们还每天干农活 对呀 哦 不行不行不行 家人们 这是我家乡 他们就是我舅妈 还有我的哥哥 还有我就是我哥哥的老婆 嫂子这些 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就是怀了宝宝 一样的干农活 什么都做 一样的生出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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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一下 你看你 你看你什么都很好呀 这样今年哈 家人们 我问你某个问题哈 我们直播间 这么多姐姐朋友 还有好多好多的 安心粉们 你们都是一步步看着我和吉林到现在的 对呀 你们当你们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 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 开心 开不开心 家人们 真的我真的 我的心情啊 无比的激动 我现在都控制不住呀 我最近几天我都没睡好呀 我的天啊 我睡个假午都要被笑醒 你们知道吧 我睡个假午都被笑醒 所以说刚刚几年他说 他说哎呀 因为小几年他是他们这个小娘三 娘三那边 小娘三 然后那边的哈 他告诉我 他说他们家里边 他们家乡里边的亲戚朋友 他们怀润的时候 还干农活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家人们 你们都这么开心的 对不对 我升级 你们也都跟着升级 真的几年很多人都有 有那种亲切感 跟自己的亲生女儿怀孕的一样的 很多姐姐阿姨们 他们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大家 家人们你们觉得 小几年 他的意思 他说他怀孕了 他还想干活 你们同不同意 你们允许他干活吗 同意 怎么可能 同意啥呢 我告诉你几年 从今天开始 不是从今天开始 我确实是个 我没进到我一个 我没当好我的 我没当好老公 你看 行政区都打同意 不同意 他们都说不同意 今天哈 我说实话 今天当着咱们直播间 已经有三万多个人 三万七千多个人 我想在这里 家人们哈 因为我以前 我承诺过大家 我答应过大家 我说 只要我在今天身边 我一定帮大家 把今天给保护好 把他守护好 我不会让他受到一丁点伤害 也不会让他受到一丁点委屈 家人们 已经很好了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不 今天我一定要说清楚 我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 全都给说了 家人们 真的 因为我其实我心里 有一点委屈 我觉得我对不住大家 你以为是什么呀 我不仅对不住大家 今天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起你 我这个当父亲的 哎不对 我这个是确实也是哈 快要当父亲的人 我没当好一个好父亲 我这个老公 你越这样说 你越被带截着 你 我知道 你怎么没 你还 还 他还没出事 我的意思 你听我说 今天 我会 我从今以后 我会做好 我该做的事 我的意思是什么 今天 你怀孕这么久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前面我有很长的时间 你瞒了 也不是你瞒我 我居然我 我没有发现啊 家人们 我真的 我没有把今天照顾好 对不对 我应该 我应该很早以前 我就 家人们 我说实话 他还想干活呢 我很早以前 我就应该 把你今天啊 真的方方面面 早餐 午餐 晚餐 每天 我要去干 把所有的家里边的事 都应该交给我啊 去处理 真的 哪有这么娇气啊 这什么年代了 我这个当 就是说 怀了宝宝 就要什么都 什么都不能做 就像一个废乐的人一样 我跟你说 我这个当老公的 你可以去我们家乡去见识一下 我舅妈 生了三个 生了我弟弟妹妹他们怀 我弟弟妹妹他们的时候 喂猪 还要背猪草 然后还要就是 去搬玉米 什么都可以做呀 然后 生出来的宝宝 全都很健康 我委屈的是什么 今天 我觉得我 我刚刚说的画家嘛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我也不是真的没做好 我该做的 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 有点委屈的是 我 我根本 我应该 很早以前 我就应该 意识到了 我居然 没反应过来 我从 几个月前 我就应该把今天 好好的保护起来了 我都没有 把他真的 像保护孕妇那样 保护好 好了好了 我心里 我觉得我好心疼 好了好了 家人们 我今天 所以说 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家人们 从今以后 小今年 我真的 我就要细心 特别特别的小心 细心的呵护他 我要把 所有 家人们 你们对今天的心疼 我要把他给照顾好 把你们对他的这种心疼 把他 对他的这种好 这种关心 我在他身边 我就应该代表你们 把他给照顾好 对不对 大家都在好奇 几个月了 几年是个好气子 对对对 几个月了 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们 猜一下 我敢说任何人都猜不到 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直播间 姐姐和阿姨们 可以说一下 因为现在快五万人了 然后呢 刚开始啊 就是我 发现自己 摆宝宝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都没有告诉的 因为我当时 我很纠结 然后 我纠结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自己很突然 我一个人 我看那个两条杆 看了很久 因为刚测出来的时候 它是 有一条杆 是不明显的 就非常非常的浅 然后 但是它又会有第二根杆 然后我就去抽血 抽了血 确实是有 然后 在这前面三个月呢 就有一次 就是 发现了 就是 觉得 怎么说呢 让自己很担心的一些 东西 然后我就一直不敢告诉任何人 然后我就 正常的 工作呀 包括正常的和大家直播聊天呀 也没给家里的任何人说 我觉得不想让 任何人都不知道 对 我就不想让大家担心我嘛 所以的话 我就 没有跟任何人说 小吉年 没有孕吐 他甚至 连老公都没说 就是孕吐也没有 想吐的感觉也真的一点都没有 就正常的吃 然后也不长胖 和我以前的生活一模一样 只是说我的 我的人 一个人 有两个心跳 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也 后来我觉得挺开心的 其实三个月的时候 我都想告诉大家 但是 但是三个月的时候 我都想告诉大家 但是 我每一次去做检查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吧 其实你怀宝宝 只有当时你测出两条杠的时候 你是很开心的 怎么会呀 谁告诉你的 我说就是很开心的 后面也开心呀 后面也开心 我一直就说 到了后面你会很 有点 会辛苦 会挺辛苦的 就是有点担心 你会各种 可能看网络上的一些视频 你会去想很多 你就会很担心嘛 我就会各种操心 结果到了 第四个月 然后我都还是 第四个月的时候 家人们就是 我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吗 家人们 你们很多人 应该都是过来的 你们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第一次怀宝宝 是什么感觉 真的 紧张 激动 紧张 激动 超级紧张 忐忑 还有点 有一点的忐忑不安 他会担心 因为小金人 他会担心 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家人们 有一个原因 他都跟我说了 他真的怕我担心 他太懂事了 然后昨天发的 你真的太懂事了 直播间的 我现在直播间五万多人 我的天 现在怎么直播间六万个人了 家人 我跟你们说 就是我刚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 我整个人 我是很紧张的 真的很紧张 又会想很多 但是我感觉自己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没有痛 也没有 也没有 选行 然后好像我是那种 有一个东西 家人们知不知道 好像有个东西叫做后怀 是不是 我就是那种 后怀一点肚子都没有 我就觉得 但是现在有一点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小金人 老公前段时间没有发现 没有就是真的 我还去出差了 家人们 我前段时间我还去出差过 还把几年放在家里 他有些时候还一个人 就没有寸步步你好 你会不会怪老公呀 不会不会 然后我给他们 要还是要给直播间姐姐和阿姨说一下 昨天发的那个视频 昨天发的那个视频 第一个镜头是我真的当时发现自己有的时候 我自己记录下来 就是我拍了一个很激动 很开心的一个视频 然后第二个镜头的时候 是我已经其实经历了很多 我去抽过雪 还做了那个叫做 无串 哎呀我好我真的笑 哇等无串报告的时候 我超级紧张 要等15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漫长 真的要等15天 我就很很担心 然后所以我就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怀抱着这种事情 我觉得啊 就是你们猜一下几个月了 哈哈 啊没事 以后大家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担心你给我讨断了 我怎么没说什么 我忘记了 你说刚刚说了无创 然后很开心 我自己担心你给我讨训过